- 歡迎收看台股龍捲風獲利向前 從今天11月8號禮拜三 有沒有發現到 就是自從你推專案之後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這樣有沒有賺到錢 薛老師我還在等解套 現階段行情到底該何去何從 指數還會在持續的望上攻 AI的概念股 我知道很多投資朋友套到相對的一個高頂 又怎麼樣解套 它是有方法的 這個就是今天節目內容 重點囉 有什麼好看的 於是我們看電腦畫面喔 你看今天的行情喔 為什麼他有辦法 早盤震盪一下打下去之後 隨即的開始望上拉 而且是藉由誰在望上拉 早盤扯喔 你看3231的尾創 一直望上攻一直望上攻 2382廣達一直望上攻一直望上攻 還有沒有印象 先前的節目 我節目你要當成是連續去再看 薛老師不是跟投資朋友報告過 我說這個尾影 當尾影 準備要挑戰這邊的高點 的情況下的話 他會複製這個模式 一旦他複製這個模式的話 3231的尾創就會複製這個模式 還有沒有印象 我之前跟投資朋友講 這一波的尾影他望上攻 和這一波的尾影望上攻 他是帶不動尾創的 但是 而後的這一波的尾影望上攻 他只要攻到這個地方來 他就會複製這個模式 尾創線就動了 而尾創 今天來到 你看這個叫藍色這條線有沒有 半年線的位置 我今天要利用半年線的均線 教你怎麼樣看 手上自己的股票該怎麼處理 我再講慢一點 我們藉由前面的節目 前幾集節目跟投資朋友報告的 6669的尾影望上攻 帶動尾創 而今天的尾創 也不負眾望的開始望上攻 但是今天來到了 半年線的反壓出現了一個上影線 我要藉由偽創 半年線的上影線 去探討 你現在手中的個股 到底該如何操作 於是 美股怎麼了 台股該怎麼辦 我們這個一一平反專案 獲得非常好的一個回響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於 股票它其實 在今天以前是非常非常的分歧 有些好的個股 或是跌升反腾的個股 譬如說 3105的穩帽 你看喔 穩帽來講的話 上半年賠了1.18塊錢 第三季油虧轉盈 那前三季它還是賠錢的 但它股價卻有辦法 從120塊錢漲到150幾塊錢 所謂合適 這叫跌升反彈 這叫平反的效應 2492的華興科也是一樣 陳景和時華興科 還有辦法突破平台正常成語 持續望上攻 所謂合適 手機啊 似乎沒有想像中的差對不對 手機產業 穩帽也好 華興科也好 我們藉由2454的聯發科 帶到6679的育鈦 是不是也望上攻了 我們今天啊 把6117的銀廣 三天喔 前兩天看到漲停板 今天早上一衝高 沒有拉漲停 震盪 我們隨即就賣掉了 我要跟投資朋友 表達的地方是在於 即便是指數持續的望上攻 個股還是要進行調整 為什麼 因為 有賺不跑是阿呆 於是 我們藉由現在這個盤面上的一個結構 我給你探討 這個叫2059的窗戶 AI的概念股 你看他這一波 我把現行圖取消掉 先讓你看半年線 窗戶這次來講 它是不是回測上升的半年線 依據葛蘭幣的八大法則 學老師有在推喔 我在我們的YouTube頻道 過去有做一個專題 做一個專案 叫做教學的錄影帶 我有放幾集放在我們的YouTube頻道裡頭 那實際上來講的話是會員 他才有辦法專屬的教學影音帶 透過公司的平台 你可以上去看 我之前怎麼這樣教葛蘭幣的八大法則 葛蘭幣的八大法則跟我們講 移動平均線只要是上升的情況下 不管破與不破 它會往上拉抬 你看窗戶喔 是不是回測半年線之後開始往上拉 你再來看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它這一波是跌破半年線之後開始往上拉抬 現在半年線還是持續往上拉 再來看一次相對位置區喔 窗戶是小破往上拉 加權是現階段才開始往上拉 才剛剛頂到半年線為止區 你再來看 6643的M31 這一波也是小跌破半年線之後開始往上拉 你去看它相對位階喔 廣達也是一樣 廣達是小破半年線之後開始往上拉 金像電也是一樣 頂到了半年線之後開始往上拉 但是你看偽創 它有意識想要往上拉抬的想法 但是它今天是碰到半年線小壓力區 但是你認為它會不會過 會過啊 因為我講過了 依據葛蘭幣八大法則 它只要是上升的軌道線的話 基本上它都有機會往上衝 3324的雙紅也是一樣 跌破了上升半年線之後持續往上拉 你再來看4979的華星光 CPU的概念股指標股 我們豐主會有一點股票 這一波連半年線都沒有碰到 直接直接往上拉 你再來看台藥 我現在開始在點股票囉 台藥這一波半年線不是守住了 CCL的概念股 你再來看 我們8210的情城 機殼概念股 每一檔都這樣喔 你看回撤到半年線上去 回撤上去 你再來看喔 回應也是一樣 公佈了 賺錢的密碼給你知道了 那你現在手上的個股是怎麼樣 你看高計也是一樣 回撤半年線之後持續往上拉 那你手中的個股是怎麼處理 現在是在半年線之上還是在之下 那半年線到底是往上漲還是往下跌 所以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喔 現階段的一個行情 你所處在的一個戰略位置區是在哪裡 你就會發現 喔 原來是應該要這麼做 好 同樣喔 美股的道琼 根據龍捲風操盤數 日線就要找買賣點 周線就要看波段 日線要看趨勢 我們今天把龍捲風操盤數的中階版本 拿出來做對照 股票位置相對論 加權的位置是在半年線剛突破 道琼是來到半年線位置區 那斯達克已經突破半年線位置區 費程半導體離半年線還有一點點的距離 所以這一波如果是以半年線為標準的話 是不是費半比較弱一些些 在以日KD的角度 費半線階段準備要往80軸靠近了 一旦衝上80軸稱之為高檔噸化盤 叫做極為強勢的盤 那斯達克已經站上80軸了 K值來到80軸了 道琼是來到80軸了 是不是道琼 那斯達克強於費程半導體 沒有錯嘛 那費程半導體會不會出現於落後補障 取決於什麼 周KD的角度 我這裡有沒有跟投資朋友講 周KD阿 你去看喔 道琼的周KD現階段 50週還沒有來 納斯達克50週也還沒有來 費程半導體50週也還沒有來 而加權指數已經來到50週了 今天已經禮拜三喔 再撐兩天 也就是禮拜四禮拜五 只要不要大跌 我講是只要不要大跌 小跌也可以 震盪平盤震盪也可以 小漲大漲都好 他只要維持到周KD 站穩50週的話 這個地方要走N字形反彈 而這個點位就過了 這個點位過的話 這個點位也不是難題 那這個地方是不是出現一個 複合式的底 我之前有教過大家 一旦複合式的底出來之後 這個頭 變成小頭大底了 這個地方他就會攻克 所以50週這個地方重不重要 能不能順利的站穩重不重要 就會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而 即便是如此 我在好幾週前 甚至最近的節目 一直不斷跟投資朋友提醒 第一年再提醒 你要去買有本質的個股 你去買一些 因為題材 或特定人事 拉抬的個股 指數的連續的往上攻 你不見得可以討得到便宜 我不是說系統不好 而是你去看系統 整體來看的話 今天剛跌破月線的一個支撐 形態學 如果這個頸線也跌破的話 大量區在哪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大量區的防守點 你就要格外的注意了 系統 我先前是不是跟投資朋友提醒過了 他上半年賺的錢 是因為業外 業外賺的錢 你有辦法去跟3035的支援去做比較嗎 即便是同樣的老闆 你有辦法去跟支援去做比較嗎 支援叫做細製財 AI的細製財的概念股 他的賺錢 是全部都是業外貢獻的嗎 業外比率6.75 2363的系統 業外比率高達了129% 你可以用基本面去做比較嗎 再來 前一波的強勢股叫3176的基亞 今天盤中差一點打到跌停板 2388的威勝又來了 你看你去追高 你去太弱換強啊 一換到強勢股去馬上又摘下來 今天也趴8299的群聯 都少到台風圍 你看陽智也是一樣往下跌 所以來到下半年 你要去尋找的個股 一定是明年整體的產業景氣面是好轉的 營收也好 營餘也好 是緩步的開始往上墊高 可以明確的看得到未來前景的公司 你才有辦法做一個 持股報勞的一個動作嗎 不然你怎麼長線保護短線 所以我常常跟投資朋友叮嚴喔 你看喔 我們做這種好的個股 6669的圍影 我昨天節目怎麼講 我今天要給你帶來什麼新的一個題材 聽到了你會振奮喔 會非常非常的開心 昨天是不是跟你講 他營收公佈出來 營餘公佈出來 跟前一季是差不多的 但是沒有去看毛利和營業利率 然後你去看他的 我昨天是不是跟投資朋友講 微影他們印象 我節目也要當連續續再看喔 我昨天講微影講什麼 講合約負債有沒有 有沒有跟你講 第二季的合約負債 和第三季的合約負債的比較 有沒有跟你講他的現金流量 和他準備擴產的資金 很多事情喔 你真的要透過研究 你才會知道喔原來是這樣子看 你如果沒有透過研究的話 好公司你根本就抓不到啦 你看3661的世新 為什麼還有辦法再創歷史新高 那你去觀察他跟3443的創意 跟3035支援的一個連動性 所以學老師是不是在節目上 公開跟投資朋友講 創意就是持續看好 這個地方叫增空量增空價 然後先前是不是跟投資朋友預告 藉由扣底值我還算給你看 藉由扣底值來看的話 你看他現在季線扣底值已經扣到低囉 扣到這個小三角形在這個地方了 扣到最低點 季線開始翻牙往上走 你再來看 依照過去的歷史經驗 一旦季線 由跌轉升 他會怎麼走 又開始展開一個大波段的行情 複製四星的模式 每一次回測季線 每一次回測季線就是大漲一波 現在3443的創意又來了 你要不要好好把握 如果創意他有機會的話 我之前跟投資朋友講 3035的支援 我們來回做價差 我也做給你們看 我待會給你們看PPT 所以好公司好股票他不會寂寞啊 鴻海家族的AMX 艾瑪士翻譯啊 今天掛牌 大漲了多少錢 141 收在237 237.5 漲了14.1塊錢 今天還剛畫牌的 鴻海家族的概念股 他是做什麼的 做散熱的 那散熱的概念股 可不可以拿出來做比較 齊鴻 雙鴻 勵 勵 漸準 可不可以拿出來做比較 我待會跟你講 到底現階段怎麼看 好 於是我們來看喔 今天跟投資朋友分享什麼 我們的節目你要當成是連續劇再看 並開啟小鈴鐺 QR Code把它掃描掃進來 頻道把它訂閱起來 Light 8你一定要有 因為包含 等一下再跟你講好了啦 你看我們的6117的銀網 怎麼買怎麼賣 我連Light 8我直接講了 我根本就不怕你跟 11月1號的當時行情很爛 回撤全部的平台正常整理區 行情說有多亂就有多爛 在之前我說不見兔子不殺音對不對 我說這個地方差不多了 等待日KD的低檔黃金交叉 有些個股率先落底或探頭要先佈局 我的節目就連續劇一樣 每天講的東西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我會循序漸進 我是有進度的 當天的節目是不是跟投資朋友講 滿山遍野的兔子 老鷹土實檢準備下一餐 你現在自己上YouTube的頻道去看 YouTube不是我們家管的你知道嗎 公開的平台 你就上去看 也不需要撥重撥帶 上去看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11月1號是不是跟你講這個 11月2號是不是大漲 358點 你以為漲358點就夠了嗎 再來110點 再來 持續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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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線 你去看大盤的一個K線 連幾根K了 連幾根紅了 11月1號哪裡 11月1號這邊 1 2 3 4 5 6 連續六根翻紅 在過去有沒有澄清過 連六根紅 怎麼會那麼強 怎麼會那麼強 徐老師真的 你推專案這個行情真的會漲 然後你再來看我Light Act 沒有我Light Act的人直接搜尋 小老鼠 I stock 168 當時我跟投資朋友講什麼 買一些比較正常的嘛 你不要被人家出貨出在高點嘛 有沒有心有七七焉 我不是說威盛不好 我不是說系統不好 我也更不是說群聯不好 但是人家已經漲多了 你進去買 現階段的行情它是要走跌升反彈 我在推專案的時候跟投資朋友講 現在要走一一平反的專案 每一次的行情會不太一樣 問題是 會不會有人跟你講這麼多 然後是不是講617的銀廣 是不是請你來我的Light Act 今天一大早 我跟我的Light Act用戶有講說 6117的銀廣 今天高檔爆量 有賺不跑是阿呆 我帶給你看我的訊息 一大早就出 所以你要訂閱我們的I stock 168 前面要加小老鼠 人家美國叫NASDAQ 我叫I stock 太愛股票叫I stock 點選進去之後 到Light裡頭 你看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頁 主畫面 今天一大早 一大早我們講什麼 沒時間解釋了快上車 上什麼車 當然是上AI的阿 我今天就跟你提醒6669的圍影了有沒有 我不是叫你追圍影的 我們圍影是底部抱上來的喔 我們是講什麼 圍影會帶動誰 你去看昨天安某大漲4.09% 安某跟誰有關 跟資源也有關 你去看Intel 你自己到我的那個Light Act去看 不管是Intel也好 我把美股喔 所有的美股啊 準備要逼兵器清高了 或是準備要創 創新高的個股 我全部都放在Light Act裡頭 因為現在這個 攝影棚的這個電腦 沒有很好用 我全部都放在這裡頭 然後我的Light Act 我還貼當天的消息面和新聞面 當天的消息面和新聞面 不是要叫你去追高 而是我跟你講過了 任何股票都會講 只待它背後故事寫好 當股票在望上公之際 一旦消息面出來了 你就要去評估 這個消息面是要真的要進貨還是要出貨 要藉由消息面去印證 假設消息出來了 股票它並沒有爆量 而是緩步的攻擊 或是開高震盪殺到平凡附近 再往上拉 那就要換手成功 有機會我在教你們 每一檔個股它的玩法會不太一樣 但是千邊一律 一旦利多出來的時候 你要小心人家在跑貨 為什麼 因為利多是寫給散戶看的 所以你慢慢會發現到 有沒有選舉行情 憑藉的是什麼指數可以連番的望上公 有沒有人可以早知道 誰會跟你叮嚀 不見兔子不殺鷹 絕佳時機誰帶你出手 MSCI權重調整加總統大選 我甚至跟投資朋友講 前三個月報酬率是6% 我那一集節目有沒有跟投資朋友講 6%一算的話會到哪裡去 然後台股最吸睛 外資其實竟然買的 郭敏提講AI伺服器 當時要講戴耳電腦 戴耳股價是不是往上公 今年的下半年還是要漲AI 明年一整年都是要漲AI 但是重點是在於 你手中的個股要怎麼樣調整 所以穩貌華新科引廣玉泰階段性任務完成 先出 我直接帶過去了 時間不夠 節目你要當年續續再看 我之前怎麼追蹤 我今天全部都帶過囉 指標股四星不再創歷史新高 歷史高更高 微影是不是又再衝高了 華新光 是不是被分盤交易之後 持續往上公 重點是微影上公之後帶來的 所帶動的一個效應嘛 所以我推一一平反專案 上個禮拜就跟你提醒 從自身出發 什麼叫從自身出發 譬如說你手上有廣大 譬如說你手上有偽創 或是你譬如說你手上有其他的AI概念股 怎麼樣從自身出發 假設你的股票是套牢的 身邊又剛好有一部分資金的話 在這個階段可不可以加碼 如果可以加碼的話 是不是可以平均成本 拉到你的平均成本 是不是機會就比較大 不然你套那麼高 你要怎麼解套 我再講一遍 利用自身的股票去做出發 那假設你現在手上只有股票 你沒有現金的話 短線上你手中的個股 來到了短線的壓力區 可不可以先出一次 賣一半也好 或賣三分之一也好 利用小時限的一個概念 短壓先出了以後 壓回再把你出掉資金 補回來 價差是不是一樣會跳出來 AI概念股你一樣會做 你沒有做短線上的價差的話 整個波段你可能不見得抱得住 你看我們唯一你做多久 你看我們創意可以做多久 操作的邏輯我會跟你講 Intel 基辛格是不是來了 他跟你講說AI無所不在 你如果只看到標題 你根本都不會想像到 AI他到底現階段走到哪一個階段了 我要跟投資朋友講的地方是在於 AI已經開始普遍準備要來到消費端了 不僅僅是過去的高階伺服器 那以前一台高階伺服器貴髒髒的 誰買得起啊 跟我們平民老百姓根本就沒關係啊 那誰在買的 亞馬遜在買的啊 Google在買的啊 蘋果他們在買的啊 Tesla他們在用的啊 那賺是賺到誰 NVIDIA他大賺嘛 那他大賺 旁邊他在吃香喝拉的 我們在減一點點 剩下的東西而已 這個不見得是減剩下 我們其實賺很多 但是我要跟投資朋友講的東西是在於 過去是叫高階伺服器 現階段已經走到消費端了 過去的高階伺服器 也許就是40萬台 他是算幾十萬台的 頂多到幾百萬台啦 現階段如果走到消費端的話 PC的產業光電腦 我們明明講手機喔 光電腦一億台 一億 一億是什麼概念 一億的概念你知道嗎 就是你一億台的電腦 只要賺一塊錢 就是賺一億元 那如果賺兩塊錢的話呢 那如果賺兩百塊 賺兩千塊 賺兩萬塊的話呢 那商機就大了 偏偏這個時候 不管是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AI伺服器也好 相關的零組件全部都在台灣 那你覺得你有沒有錢可以賺 你要怎麼賺 你要怎麼賺 你想怎麼賺 一億平反專案 你先來 我教你現階段該怎麼做 你只要跟我講 你現在手上持股是哪些 有沒有套牢的持有的張數 手邊還有多少的資金 想要買什麼類型的個股 先跟我的線上助理先講好 講清楚之後 直接送過來 我可以針對你的問題 一一答覆一一解答 這樣速度才會快 微軟是不是來了 AMD是不是又來了 大量區我也跟你講過了 我們是不是就一一驗證就好了 一一驗證是賺不到錢的 你要 行動不如馬上行動 龍捲風操板語錄 想是問題做是答案 輸在猶豫贏在行動 你每天沒想 我準備要大賺了 就像你買樂透一樣嗎 哇呢 中那個威力財的樂透 四點多億五點多億 你沒有買你怎麼賺 你沒有買你要怎麼賺 所以你看我來我的Light 8 一直跟投資朋友講 好的個股都丟上來 Light 8有沒有 情城有沒有 有沒有上來 即可有沒有上來 是不是就上去了 銀管有沒有上來 銀管是不是就上去了 每一波怎麼樣進怎麼樣出 是不是都講得非常非常的詳細 今天11月8號 一衝高階段性任務結束 那同樣是即可的這場股票 你就要留意啦 我沒有時間給你盯你了 連Light 8都忘記貼了 時間實在太趕 每天要準備好多的東西 但是你自己把它照相照起來 截圖捷 希望你可以找得到 站穩大量區了 即可概念股喔 然後散熱齊鴻喔 富士達是不是要掛牌了 齊鴻是不是又上了 軸承富士達是上了 齊鴻是不是又上了 那Amax掛牌了 你自己去看他題材 沒時間講了 真的沒時間 如果是他持續旺上公 因為他蜜月期嘛 今天就已經大漲了 那是不是比教徒就可以出來 雙鴻齊鴻勵志見準 11月的漲幅就到今天為止 毛利率誰比較高 營業利率誰又比較高 營業利率來講 雙鴻他這一波 第三季的營業率跳升喔 如果是沒有加第三季的話 這四檔個股其實見準的營業利率是最高的喔 前三季賺多少錢 有些只公布第二季 前三季的還沒有出來 然後去比較 誰是被低估的 是不是鳳梨書效應 要不要也要一一一平凡 所以你看Essic喔 你去看喔 你看我們的Essic包含 你看四星 一整個大波段 吃肝 麻禁 到現在 現行圖有破壞了嗎 有需要那麼找出嗎 持續一直創新高啊 歷史高再高啊再高 持緣打下來請你們買 是不是又上去了 持緣 你看 打壓回來跟你提醒 是不是又上了 然後是不是講創意 也是一樣壓回的時候提醒你們啊 你就自己看嘛 別人在金手指是股票亂買亂賣 之前那個材料有沒有 學老師金手指咧 你看我們這樣點 我們光這樣子點 花了多少時間在做研究 不要說做研究 光做PPT就花多少時間了啦 每天這樣子追蹤 每天這樣追蹤還講不完 你看我們花了多少時間在整理這一塊 但是股票有沒有如我們的預期 慢慢慢慢就上來了 這樣開不開心 微硬咧 跌升了 我跟這些畫印下降壓力線 是不是突破了 當時在多少錢 多少錢 10月20號 10月23號再15而已 現在咧 有沒有一個波段上去了 那微影一旦上的話 你看我們會員都還知道喔 站上來會到多少錢 微影一旦上的話 誰又會跟 所以現在的一個行情其實很簡單喔 你要跟 你要跟最強的 不會操作 認同學老師的理念 有需要幫忙的人 好好留意節目過後諮詢專線 感謝您收看 明天見囉 掰掰 來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特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明天見